李怡珍痛批对方就是成功介入他人家庭的小三人士 手段还非常嚣张 是事实 不是八卦没看过你这种露宿的假苹果 好来啊 够捧着 夹皮 够杀西米 律师轰许兰芳型素白莲花 是手段嚣张的小三原配告到底刚好而已 有最美性学博士之称的许兰芳被报与人夫医师康军魏布伦 被康南留性妻子提告侵害配偶权 法院判决许兰芳要赔50万元 不过许兰芳也不满康熙和周刊指他传私密照给康南提告妨害名誉 台北地检署侦办后认为康熙罪证不足 2022年间给予不起诉处分 23日在认定周刊被控妨害名誉部分罪证不足 同样给予不起诉处分 对此曾多次开战许兰芳的女人大律师李怡珍23日在脸书发文 案指许兰芳之前告原配已被认证一次了 告媒体加重又被认证一次 澄清没有传送裸照但有介入他人婚姻 更酸说真的要改掉吃烂肉的食性很不好吃 还付出一堆代价 许兰芳24日一早也发表6声明 随后表示一个很忙的人真的没时间 也不可能整天在网路上讨论别人的妈妈嫁给谁 或整天观察他的邻居住哪边 住海边也不关我的事 但不要被淹死就好 虽未指名道姓 但被外界认为颇有影射异味 而李怡珍24日晚间发出长文 透露一直讲许兰芳的原因 说明我今天会一直讲你 就是一开始新闻爆料以后 你身为公众人物硬熬死不认 开直播哭爷爷告奶奶的 侵害配偶权官司进行中 甚至还上电视讲的一副都是别人乱抹黑 那个影片后来播没多久还被下架了 滥用公众人物话语权 一副你被栽赃好可怜好无辜 不好好谈和解还乱带风向 你身边的人第一时间还私讯我不要讲你 说新闻都不识 你哪位啊 李怡珍指出事后证明哪里不识啊 想害我啊 你比较高尚的小三啊 并直言这点就是让他更生气的原因 李怡珍表示 原配超不爽脏了首告你 你告到底真的刚好而已 别忘当时还有风向说夫妻先人跳 到后来还说烂肉谁要吃 行素白莲花的各种无辜 智商低的就会被你骗走买你的马卡 还有各种感觉会出现 有线电视广告上各种奇鬼的助兴性产品 李怡珍直言 文章讲的一副自己很红很成功啊 黑红的红很值得骄傲是吗 当人小三成功红很厉害是不是 去查一下我们两个谁的新闻多好吗 李怡廉池怎么写知道吗 先会写再来讲成功人事 读到博士再给我睁大眼睛说你不知道啦 从来没道歉过还继续呛文章 还写那么长 再继续凹偷换概念模糊焦点 最后李怡珍痛批对方 就是成功介入他人家庭的小三人士 手段还非常嚣张 是事实 不是八卦 没看过你这种路数的假苹果 25日上午李怡珍在开炮火拖文 虽未指名道姓不过确实呛 不要浪费司法资源洗白 连败的新闻不要一直出来 我还真的懒得讲 不要写那臭酸的文青体肌汤文 更说我不会指名道姓 半插头求关注法是事实 不是我唬烂